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還是繼續說水鬼 剛才說到那個事件之後 他們全民當地有個金色大金魚 又說航拍機拍到 又說有人釣到 捉不到,有人釣到 總之只要有人釣到一次 就會死一個人 即是他一命換一命 有些人不知道,不是在那區住 就在那裡釣魚 一釣到就害死下一家 但他自己又不會死 他可能不會馬上死 可能從 Connecticut洗澡之後 喝水不會死 即是一定是關於水 離開了 不知怎麽死 媽媽沈死了 水 bile死,媽媽 agog勒 jail 總是很難明白 問父母 這一集可以問父母 很大? 我男孩子公房 我小的男孩當然不認識 我小小的男孩子 就不會這種事情 我們又看看影片 看看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這麼恐怖 左邊那個就是比較大 二十多歲的男生 右邊那個就是姓洪的小女生 放在一部機車 這是CCTV拍出來的照片 自從這兩個人不幸身亡之後 當地人又勾起這個湖中的種種慘痛回憶 越說越恐怖 他說這個水域其實有些水櫃找爪交替 不是爪交替 爪交替 即是找替身 台灣就叫爪交替 他說根本上這裡有乳貞 乳貞 不是乳貞 是乳貞 乳貞就在這裡爪交替 這個地方以前叫做紅毛碑 紅毛碑 甚麼叫紅毛碑呢 原來三百年前 荷蘭人就蓋了很多東西 一邊蓋了很多東西 荷蘭人叫紅毛碑 到最後 碑是關於死亡人的碑還是甚麼 是 這裡有股份有成的 甚麼都有 三百年前已經在台灣人開發了 不知道他想搞甚麼 到了近年 差不多是 1990年左右 當時這裡雨量下降 這個蘭潭水庫就開始浮出了 有一些清朝時期的古墓出來 哇 下面有古墓 不是吧 原來以前灌水的時候 灌完別人的墓 這麼大 不知道 不怪的 古墓 你浸一下 下面的水草死了 水位又淺了 突然有古墓走出來 哇 其實挺恐怖的 你也不知道是甚麼 人家本來是風水穴 你到底用水浸我 那當然是害怕你 然後有多少人死亡 這裡浸死過的人 由八年到2019年 超過80個人在浸死 真的很瘋 裡面有多少年 八二年到19年 198年到1919年 80人死 八十多人死 很誇張 這張是甚麼照片 就是跳下去 這張照片我要慢慢解說一下 那些人說 每年很多人看不開 就跑去嘉義這個湖 自殺 有些就找到一些位置 就跳下去 有些就自己走下去 總之 那裡有一個艇 那個艇 如果有人 罵到那條絲 就會先放在那個艇 然後再找警察 再次 基本上 晚上 本地人就不來 來的那些是外地人 不知道要訂 不知道要訂 這兩個人是熱戀中的情侶 她當時半夜1點鐘 又是9號 這個男生就載著一個女生在那裡吹風 聊天 聊天後 大家就開車離開了 離開了後 沒多久又開車回來 是嗎 開車回來 然後這個女生就 靠在旁邊 坐在那裡 男生就坐在旁邊 然後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男生就走下去 然後那個女生就跟著爬下去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會不會是失足 跌了下去 不是 弄深深 對 你看上去不像自殺 對 怎麼會無緣無故 那個男生先走下去 然後那個女生又爬下去 然後就死了 真的不是自殺 最後找到他們的絲 是離岸邊一尺 他差一尺已經到岸邊 一尺你知道多遠嗎 不知道 一尺 很近而已 一尺 買的那些布一尺 那些很近 真的十二寸 對 十二寸就是一尺間尺 對 就是一尺 十二寸 這麼長 哪有這麼長啊一尺 沒有嗎 十二寸 十二寸啊 差不多 你已經說了一米了 是嗎 是啊 不懂 十二寸 是 他已經到岸邊了 這兩個 你說斜不斜 那他們真的很近 那些人就開始 哇大鑊 他們倆懂得游泳嗎 不知道 懂不懂游泳 幸好有一個陌生人 撐起我 否則真的沒有人救我 在一個海灘 我只有幾歲 我表姐就看著我和我弟弟 我弟弟是手舖那麼大的 我可能是三四歲 我有認知 我和我弟弟坐在水泡上 你知道海灘會越飄越遠 坐在水泡上 你媽媽不是看著你 你爸爸 你父母很難靠得住 坐在水泡上幾歲 飄去哪裡 不知道 只有我表姐看著我 很難靠得住 你表姐幾歲 七歲 我表姐大了六年 十歲不能夠 你家人很難靠得住 因為我看著越飄越遠 我打算跳下來 抱著水泡 我慢慢地撐回去 我撐到 那一刻我是這樣想 誰知事與緣為 一跳下去 水泡飛得很遠 我就開始向下沉 我表姐懸岸抱著我弟弟 游不住 因為我弟弟也幾歲大 我看著很遠 那一刻我不停地在想 我媽媽教我甚麼都不要動 這麼冷靜 那一走到樓樓樓樓 怎麼想到這些 那個人就會浮 我嘗試不掙扎 我甚麼都放鬆 然後沉下去 我心想不行 我很記得畫面 有氣泡的水面在上面 然後突然有一隻手 撐我上來 是一個不懂的 我不知道甚麼國籍 我完全不知道 即是一個哥哥 然後看到我浸 然後就在旁邊 突然游過來 撐起我 然後我就喝了幾口水 在咳咳咳咳 我欠一些浸水時 我爸媽就誓要迫我學游水 那你家人都很靠得住 這麼糟糕 應該死了 她想著表姐可以看到我們兩個 但真的看不住 如果你遇到當日救命恩人 可能大約六七年 那就是會不會 喂 甚麼好啊 當年就是我救了你 以身相去的 喝酒吧 有人說我小時候救了一個女生 就是這樣 跟她的弟弟 嘩 一聽到 那是你 蛤 蛤 比表姐還要大 至少十幾十歲 命不該絕 我真的不知道誰 我再說 這兩個人發生了甚麼事 當時他們沒有自殺的傾向 這件事還有一張圖片 沒有自殺的傾向 他們查他的背景 感情好 沒有吵架 戀情沒有受 家人反對 為何會選這個時候 就算是自殺也不會 又沒有明顯傷痕 衣著完整 然後死因判斷 就是落水匿斃的 匿斃 究竟走後 游泳也不會穿衣服 游泳 你見到無端端 有甚麼水爬下去 我懷疑是那些 他們打算下去看看 那些 插錯腳 這個救了那個 那個救了這個 兩個拉來拉去 之後就淹傷了 那個女生是台中人 那個男生是嘉義人 交往了三個月 黃姓這個男生 也帶了這個女生回家 家人也很喜歡他 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你說是否奇怪 那些人就開始 調查這個女生的身世 就說這個女生 不知堅留 就說她做過 賓囊西司 做過傳播妹 就說家裡 沒甚麼照顧她 就缺乏家庭溫暖 那這個男生 也做事 收入經濟不穩定 然後就 最後大家一起了 很開心 那家人接受 就要一個新家庭 是呀 但是這群人 認識她的人 就說他們不會死的 為甚麼 她說下個月12號 就是這個姓洪的女生生日 大家就計劃 怎樣幫她慶祝18歲生日 她說她不會無端端生日 都不過就死了 接著那些警察就開始說 有另一個說法 其實這家庭不是自殺 是一個意外 為甚麼意外呢 她說他們有可能 兩個喝了酒 但喝了酒 她就開車 到外面又回來 她說他們應該走後 就踩到空氣 以為是踩到地方 就跌了下去 那女生就不小心 看到她跌下去 就爬下去 後來大家都死了 真的 這個說法不太相信 而且我覺得 下面的水 應該也沒有甚麼 這些是湖來的 湖來的 即是有沒有暗湧 又甚麼都沒有 沒有的 是的 那這條絲就在岸邊 一尺發現 對 這個真的很奇怪 對嗎 而且也沒有說 我們會不會游泳 這個地方 人們就開始 說出可怕的歷史 原來這裡是一個 好像冬堤一樣 是一些自殺 看不開的人自殺的一個景點 7年裏面也是邪 00年到07年 有47具屍體 即是747具屍體 在這裏發現了 最早期就是說 在荷蘭的時候 荷蘭人在300年前 就開始在這裏建一些碑 用來做甚麼呢 就開墾這裏的田 就準備用來做灌蓋 荷蘭人 那些人就叫這個地方做紅毛井 又叫做蘭井 紅毛牌 後來荷蘭人就走了 去到清朝的時候就荒廢 那水塘就已經不見了 那你也知道 荒廢之後沒有水塘 那些人就在那裏撞到那裏 到清朝的時候就撞到那裏 最後又變回水塘 就掩蓋了那些墳墓 掩蓋了那些墳墓 最後也是水乾的時候 就找回那些墳墓 那這些水鬼是不是墳墓 他們搞出來呢 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裡也有另一個 可怕的三屍案件 也說了一下 話說1998年 有兩個人聽到 後面有人哭 於是釣魚的那兩個人 就立即看去附近看 找找看到有一團火光 鬼火那些 不是鬼火 是大火 火光 他們說什麼事 原來有人被火燒著了 哭下去就幫忙 那一去到的時候 被火燒著的火人就躺下了 發現了原來有個女人 就把自己一對子女綁在身上 點火燒死自己 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這樣做 很恐怖 很恐怖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報紙說的 對 自己燒自己 然後有些人就說奇怪 喂 為什麼這個媽媽會燒死自己的子女 用一些活活燒死 這麼兇殘的方法 如果死的話 就跳下去也會死 其實我也是 那些人為何會想自焚 這件事 真的很恐怖 我神經病 他還要點電郵 然後還 排下了一部機車 放下了小朋友的書包 背包 然後自己點火 綁著小朋友 連自己一起燒死 是 那些人就不知道什麼事 後來他的家人 死者三個 這麼悲慘的家人就來到 來到的時候 還在那裡踢具屍體 蛤 是啊 這家人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對具屍體拳打 腳踢 然後說髒話 蛤 很奇怪 然後警察就阻止他 你這麼糟糕 人家都死了 你的家人是這麼做的 然後就抓了這個男人 他說不關你的事 我的家人 他們查回 就是說 應該那個男人 就有一點家暴 然後就會打他老婆 可能他老婆就 忍不住 帶著瘦子出去 死了也不跟你在一起 之如此之類 可能就是吵架 然後出門下就說 我帶兒子去死 死了 然後之後 然後他老公就去生氣 這家人也有些 就是枉死 有些傳聞 就是這家人 鄰居說 喂不是 那對姓吳的夫婦 感情都OK 不是你們傳聞 這樣說 那麼糟糕 不過他們的長輩 那一代 就是那些 婆婆 老爺 管他們管得很嚴 經常不准這個女生 即是不准這個太太去哪裡 不准她去哪裡 限定她 三四點就有幼稚園 接人回來 懷疑管得太厲害 有時就 密極必犯 又打他 他想不開 於是便死了 就跑去死了 但是他臨自焚的時候 有九個小時 這個媽媽和兩個兒女 是不知道去了哪裡 即是臨死之前 發生這件事之前 他們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最後就看到他們 總之他失蹤了九個小時 就去了這個水池 點火燒死自己 失蹤了九個小時 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你說這個痰 就是猛不猛 你說這麼多人死 天生跑去這裡 說說八、九十人死了 短短的一段時間 對吧 也有些當地人說 有些鬼故事 話說 有一個人 有個同學 一到鬼節 就會帶一些符 帶一些東西在身上 學校管得很嚴 就不准人帶這些東西回去 就是帶一些 佛牌那類東西 就不准帶 那一到鬼節 那個人就收得很迷 就放在那裡 那個人就跟我說了 鬼故事給他聽 就說是這一區 他說這裡真的有很多鬼 因為他小時候就會見到鬼 特別是鬼節 他會見到很多鬼 有一次他小時候 就跟爸爸媽媽 就去這裡玩 嗯 誰不知 玩到天黑的時候 就離開 然後他就站在旁邊看 他就說 爸爸 外面有很多叔叔 伯伯 那些朋友 站在那裡 他爸爸就看一看 是海來的 沒有人的 他說 什麼人站在那裡 那個小孩子 那個同學的小孩子 小時候就說 他說這裡 站在一群 木無表情 男男女女 老老有有有 好像一條柱一樣 分開了 站在海邊 是 那他爸爸就很害怕 因為知道這裡的人 就是跳海死的 就馬上帶走了他 嗯 還有另一個鬼故事 就是 有一些當地人說的 那個人就叫阿浩 他有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就很開朗 喜歡自己 晚上開車 就周圍去兜風 周圍去玩 晚上就去他們的店 吃宵夜 有一次有一個客人 就說了一個鬼故事 就是關於南潭的地方 是 有一次那個男人 晚上就周圍去兜 差不多是七月節 差不多就不管了 那晚上就不知道 不想回家還是什麼 或者在家裡 沒冷氣就吹風 你會不會自己一個人 駕駛電單車周圍去兜 我會 你也會的 我會的 蛤 我以為你不會 我好像有試過 但應該這樣說 出家 離開家 那一刻都是一個掙扎 因為我覺得在家 是好 還是出去 駕駛車 一個人 對 我喜歡駕駛車的感覺 我很久沒有駕駛車 那我都試過 我突然騎上一輛電單車上 我就覺得 這個感覺很棒 我真的自興 對 我真的自興 對啊 又是很久爆發 哈哈 那我也會 不過最恐怖的想想想 前幾年 我一個人走上山 晚上 走了幾個小時 想想 我現在不會這樣做 其實我不是這類人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會這樣做 但是那時候 你打算做什麼 坐下走下 其實我帶了一部飛機 上去放 放飛機 但其實沒怎麼放 放一兩窩 總之我不會走 正常的 我現在 我瘋了 你現在的腰部 就說不走 瘋了 瘋了 不能軟黑 蚊蚊 跟冰冰上去走 你是不是真的一個人 真的一個人 但上去也有其餘 有什麼其餘 撞到有人打野戰 我沒有感到別人 我只是叫他下來 你叫他下來 喂 老友 我是不是放飛機 就在一起 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刷 我之前說過 是嗎 不好笑 好笑 再說 那個男人晚上 開一部電單車的兜風 去到難談的時候 一路就走 他坐在一條樹邊 吃煙、喝東西 誰知道他在煲煙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棵樹上 那棵樹枝很密的中間 有一雙綠色的眼睛看著他 綠色的眼睛 看上去好像人眼那樣 然後他突然就歇一歇 心就離一離 然後下音那裡就有一陣涼氣 抽一抽在我小腹那裡 會的嘛 小燕那個位 我會整身起雞皮 對啦 起雞皮 然後有些震動的感覺 然後想一想 糟糕了 你老闆 今天七月 今天就立即 不好意思 就整色煙 然後就開一部電單車 就離開了 一路開的時候 你知道這些東西 當然是疑神疑鬼 是呀 剛才看到綠色的眼睛 當然是蟲鼠啦 自我安慰 當然是蝙蝠啦 會不會是野兔呢 有野兔嗎 他一路開 突然間他就看到 旁邊那段路 有一個白色 三 長髮飄逸的女生 就在旁邊那邊一直走 我拿多姿 是 後面看上去 就真的漂亮的 即是一路開車又看到 是呀 這麼嚴重的 背影是正的 是索的 即是薄衣衣 好像越南那些白色衣服 是是 又高挑又瘦 是 一看就像S型一樣 但半夜山間看到多厲害 對啦 這個人真的很深 他就立即問那個女生 停在一旁 小姐 這裡這麼晚 一個人 很危險的 危險的 不如這樣 我後面有個位置 我載你下山 你不用怕 我不是想揹的 不過你留在這裡真的危險 我載你下去 或者你跟家人打給她 趕問我車牌也行 沒有問題的 是 正正經經 是 如果你是一個女生 你敢不敢上車 我真的不敢 我正正想說前幾個星期 我真的有兩個女生 無端端在蘭桂坊喝酒 然後 應該這樣試完 我有另一個朋友 我跟她打電話 她在蘭桂坊走 她就說 無端端在高速公路 看到兩個女生 我們還認識 她說認識 她在乘車回國海 她在乘車回國海 那輛車真的沒有位置 純粹停在那裡 問她 你們為何不敢上高速公路 她說 那兩個女生 在蘭桂坊喝完酒 就無端端 兩個隨便的男人說 我載你們回家 轉過頭 不是載你們回家 不知道他們兩個跳車 那女生在乘車 那女生在乘車 這女生在乘車 那女生在乘車 很危險 其實我覺得 你真的不懂 我一定不會 你喝完酒 你們兩個馬路 說載你走 你又跟她上車 兩個跳車走 回家 那麼早 我朋友有間酒店 那裡的酒更漂亮 喝過沒有 好笑 她們兩個真的跳車走 那女生在乘車 還在乘車 漂亮的 靠著你會 你打算去繞他嗎 不是 我教她 不要這樣做 你會難過幫我開車 下次你去繞他 不用 你不要這樣做 傻的 跳車 你打給我 對嗎 好笑 你由一個危險 去到另一個危險 應該 跟你走 更危險 如果你問我 我一定不會跟人走 這個小姐 居然 點一點頭 就上了這個哥哥仔的車後面 是 那這個哥哥仔 嘩 你到底有個女兒抱著後面 就是 很意義 那些什麼 英雄感 猶豫而生 就立刻說 我做什麼 怎樣怎樣 就說了一大堆東西 後面那女兒就不懶得出聲 是 她問一條女兒 肚不肚餓 一起出去 到下面 吃點東西 來去市區 那條女兒 好呀 小聲 很小聲 是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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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吧 有條女兒在那裡 那她要那些 你知道台灣不是有牛扒店嗎 是 排檔 自小的牛扒 但一定看得到牛扒 是啊 是啊 去到 叫食物 那女兒的食物 很小聲 不知道 那男人就照點 最後那位 那個 待會兒 就幫她 點了一些牛扒 那個牛扒 一人一碟 上來的時候 那個女兒就拿牛肉 切了 就放在口裡 咀嚼 一咀嚼 那些血就在她的口角 流下來 兩邊 那她也可能吃 不知道什麼三成素牛扒 都不奇怪 嘩 怎麼吃啊 三成素 我敢猜而已 那一個女兒是毫無表情的 那這個男生 你知道 剛初相識 沒理由就 牛睹眼睛看著你對奶的 對吧 那不會 就這樣看著 然後她看著這個女兒 就發現她沒有表情 面無血色 所以一點點 血在她的嘴裡 都覺得好像 塗了唇膏 滴在她的衣服上 那這個男生再想一想 看一看 其他 沒有人來的 那這個畫面 那女生就停留了一些血 滴在嘴裡 滴在球邊 白色衣服 完全不理 這個女生 正常女生不會的 然後這個男生想一想一想 不對勁 就去結帳 跟小姐說 不好意思 我先去廁所 然後結帳 她在廁所 她在廁所 就不出來 一直看著女生動不動 這個女生 還是不動 仍然維持著 咬著牛肉 血液滴在衣服上 那些血液在球邊的位置 紅了 已經煩了 這個男生一心想 嘩 都不知道是甚麼行李 接著就撩 不是塞的 就是瘋的 撩了 錢也沒有付 錢也沒有付 還給了 哦 沒有那麼賤 沒有那麼賤 騙飲騙食 我正在後面 你知道那些餐廳 我希望在後面 壓在廁所後面 後面才走了 沒有沒有 好笑 沒有沒有 然後就 馬上撩 我再說一個 說這個水池 不一定是有惡鬼 也有人留言 她說我以前有一條女生 我以前的女生 就被之前的兒子 召完鬆 就是騙錢 甚麼都齊 中出即撇 甚麼都玩齊 那女生就很不開心 就踩在單車 就準備走到海裡自殺 那女生不吃牛嘴 走到一半 你知道 不會衝下去 是慢慢走的 水就浸下去 就是波邊位 再過一點就上肩膀 接著就灌頂 是 去到波邊位的時候 就是這樣形容好像很壞 心口位 哈哈 你在形容前一向都是這樣 心口位 是 不知道你們喜歡我形容心口位 還是波邊位 哈哈 我覺得人們都是賤 好笑 突然之間 她在形容前面 是 有一個女人的頭 在海裡慢慢走向她的方向升上來 哇 即是你向前走 有個女人在海裡浮上來 就向她面前走 哦 一直 哇 很害怕 本來你想自殺 但見人都很害怕 哈哈 是不是 是啊 然後那個女鬼就慢慢上來之後 表情就看著想死的那個女人 是 那個女人就向著她 點一點頭 微笑 微笑了一下 好像知道她發生什麼事 是 那女人 就是想死的女人 看到對面上來的那個女人 她本來應該很害怕 是啊 她就沒有害怕 她有一種釋然的一種感覺 哦 即是 雕下的一種感覺 放下的一種感覺 是 然後 那個女人看著她笑一笑 哦 就是 好像想安慰她一樣 哦 接著那個女鬼 沉回到海 哦 那這個女人就不想死了 就立刻反過來走 哦 這個結局很出人意表 即是她可能之前遺情自殺死了那些人 看到有人自殺 其實只是說一句而已 但我覺得很多時候 這些鬼出現都是找替身 拉她下去一起死 不知道什麼 即是你有這樣的經歷 我有同感 即是很少可會是 哎呀你不要這樣 因為我有這樣的經歷 很慘 死了之後可能走不到 即是她未必會這樣 她一下心靈會議告訴你 那女人就打笑死的念頭了 即是裡面有些好的水鬼 一定是差的一個水鬼 即是如果你看到我 還是走到海道自殺 去過波邊的時候 你不用給我一個意識 你一個動作可以救我的 是 知道嗎 是 一個動作 蓋著你 即是無論你見到我 蓋著你 即是無論你見到我 談判專家 什麼東西找我 我借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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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的 你一個方法就行的 你一疊銀子塞在我身上 哈哈哈哈 錢可以解決問題 不是問題 放心 我借在上面 我立即哭 我借在上面 哈哈哈哈 一疊 不是一疊 一疊 一疊 你見到我借在上面 走開 我借在上面 一疊 人子 啪 地下落 其實還可以的 麻煩你了 真的 就走了 其實很多 你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解決你的自殺 很多時 你應該都可以 因為這樣想 很多時 人們就是為情 人們就是為錢 是啊 但如果你是為情 你也不會為情 這個人 哈哈哈哈 果然 我會 錢 如果你是為情自殺 我會的 然後你看到一疊錢 你會不會安慰 你會不會不死 其實也會 哈哈哈哈 對他來說 阿張會的全部都是交易 我講真的 真的很慘 失戀的時候 你給他一疊錢 真的會安慰到我 因為我經常都問他 在什麼情況下 你會怎樣 你會怎樣 多錢先 哈哈 你經常都是這樣 你都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你是可以交易 我覺得你也可以的 是 我覺得你也可以的 我 我覺得我未必是 如果你好不開心 我整疊錢放下來 你沒事 看那疊錢幾大袋 哈哈哈哈 不是 我叫你這樣 你一天很難不開心 說完這裡就結束了 你一天很難不開心 我叫你閉上眼 是 擦大嘴 是 有那麼大 擦那麼大 哈哈 做什麼 塞子四海 你不要放心 我不會塞其他東西進去 哈哈哈哈 我整疊銀子塞在你口裡 咬著 哈哈哈哈 這樣好像很開心 然後我跟你說 是 笑 哈哈哈哈 我要你笑 你擦得多大笑 你笑得多大 你老闆 不准哭 不准哭 你立刻就笑 塞都爆了 你一滴眼 就說我抽了一瓶走 哈哈哈哈 你擦得嘴多大 我塞多少下去 是 你不咬著狗咬著骨頭 是笑的 咬著那一瓶 弄開自己的狗 可以塞多一點 是不是 死了 立刻 哈哈哈哈 拜拜 拜拜 再見 拜拜